每年到了岁末时刻 东北角环保观光写进会一行人 就会来到瑞芳平溪双溪共聊 举行岁末寒冬送暖关怀地方 针对偏乡地区 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捐助爱心善款 落实关怀乡礼 关怀社会的精神 我们已经差不多20点了 我们的东北角环保观光写进会 是以乡土 我们在乡的一些青年 到新北市到其他地方 去发展也稍微有点 那我们就回馈相离 感谢我们东北角 我们的协进会 每年都会为我们 瑞芳区的一些低收入户 来提供一些资源 那我今天刚好 因为我们里内的一个里民 他本身带三个小孩 那是低收入户 因为他就是不方便来 所以我来帮里民来领这个补助 协会里的会员们都是从小在瑞芳 平溪 双溪及共疗土生土长的在地人 在外地工作小有成就 行有余力之时回馈家乡 为地方推动建设 回馈地方 协会希望以一点棉薄之力 帮助地方一些较困难的家庭 很感谢我们东北角 环保观光协进会 这个一年一度来瑞平双溪 来寒冬送的 那今年我们民意也扩大了 那包括东北角观光协会公所 我们就把每个里都有一个民众 我们都可以得到这个 他们的爱心 发给这个奖学金 虽然说今年疫情 全国跟国际来说比较严重 但是我们瑞芳相对来说很平安 那我们也期待我们乡亲 接下来的一年都能够平平安安的 那也可以感受到 我们这个东北角观光协会 东北角环保观光协进会 回馈乡里 瑞芳区共有34位 弱势民众受助 协会发放红包 区公所也代表这些民众 送上感谢状 表彰协会的议举 协会表示 未来会持续举办 包括奖学金 以及关怀社会的救助活动 而这天如此温馨的送暖活动 也为这寒冷的冬天 注入一股暖流 记得成为 瑞芳采访报道